謝謝主席 各位列席的長官大家好 我們是不是先請一下我們的審計長 請林審計長 三位好 請問一下審計長 在你們報告裡面第18項 農委會水保局辦理重劃區外 緊急農路設計改善 計畫預算執行進度落後 兼有施工作業缺失 這裡面還提到說 部分經費用於造型壓花圖騰 景觀平台 盆栽市擋土牆 施設景觀磚 等等等等的 審議長 這個花了多少錢 在整個預算組織我們發現說 這個部分 他的施設好像跟他這種緊急農路的設施 這跟農路有什麼關係 你們也提到計畫經費未能有效提升農路品質 結果拿來做造型壓花圖騰跟景觀平台 省議長這怎麼處理 這要怎麼處理 我們該有農路的結果沒有錢來做農路 拿去做這些東西 我想這個部分在農委會他應該要 如果以後在預算編列跟組織要確實符合相關計畫 預算編列是要做這個的嗎 是屬於這種 不是吧 文化區外的這個緊急路 我們農委會的代表有沒有來 是 農委會的代表 農委會請 水保局 水保局 李副局長 我們的副主委 副主委 還有我們水保局局長 副主委 副主委 我們先請農委會主委 你說明一下 我們也發現這個現象 後來也 你們哪時候發現的 這是九十九年的預算 很早就發現了 很早發現有沒有去做改善 請問花多少錢 總管花多少錢 報告委員 那個 有關那個壓花路面那個部分是因為 我們另外一個計畫是農村再生 所以跟我們農 跟我們農路是結合起來 所以那個農路的部分有一小段的部分 所以是用壓花的方式來配合起來 這樣子 所以你把它跟農村再生結合起來 是 那所以農村再生跟農路 無法分 反正農村再生也包括農路 配合農村再生的目標 那你農路有沒有切割出來單筆的預算 對 有 有嘛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拿了農路的預算 去做農村再生的預算 不是 那本來就是農路 那不然怎麼農路 只是說他設計的時候 不必要做到造型壓花 就是那一段 準備讓 你知道為什麼要問這個題目嗎 是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嗎 農民來跟我陳情 請你們來做個農路 你們給我送個地方 說現在沒錢 結果錢是這樣花的 我問一個問題 請問農路設施的改善經費 到底是哪一個單位的 是中央還是地方 今天給我一個答案 是 那個有關農路的改善的部分 從民國九十年開始的時候呢 那麼中央政府這邊就用統籌分配款的部分 已經分配給地方政府在執行 所以目前有關於農路的權責的部分 依照地方制度法是屬於地方的權責 是地方的權責 你說的喔 是 那地方為什麼推回來說是農委會的 是因為說政信機器方案裡面 農民要一條路被你們這樣推來推去呢 結果你們拿去做這樣子的 我看到我當然很生氣啊 盆栽市擋土牆 造型壓花圖騰 這個叫農路啊 結果真的要蓋農路 你們又說推給是地方政府的 那地方政府說是你們農委會的 你們今天必須給我們所有農民一個答案 到底是誰的 經費要跟誰申請 好 是 那個有關於這個法律上的權責的部分 農路 目前的權責依照地方制度法是屬於地方的權責 但是因為在地方在編的預算上面 在例年來都不太足夠 那麼所以在特別進行 特別 政信機器特別預算的地方呢 我們就編了一個特別預算來選擇 你們有跟地方政府說清楚嗎 是有 有喔 那這個問題能不能拜託你們去協調 不要讓農民 農民搞不清楚到底應該跟誰申請 我們去匯刊完了之後 請你們來匯刊 你們推給市政府 請市政府來看 推給中央 是 那個路不是不應該做是應該做的 是 但是我們找不到權責單位 我當然知道過去是你們這樣把它編給地方政府 可是因為在你這個擴大預算裡面 你把農路編進去的 所以他們就認為這應該由中央來處理的 結果擴大預算結束了以後呢 地方政府繼續認為是你中央該編的 結果你也沒有編 所以最後都沒有這個預算 你知道這個問題吧 你知道這個問題為什麼不處理 為什麼不在今年的預算裡面去做調整 因為今年年度預算裡面 我剛剛有報告說 有關於這個農路的權責的部分 依照地方政府是屬於地方的 所以地方政府在年度預算沒有辦法放到裡面去 互踢皮球 地方政府認為是你中央應該要編經費 結果你們就說已經給他們了 但是他們也沒有編經費 所以呢 我們該 該用的經費呢 大家都沒有編 編了去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這個難怪人家看了會生氣啦 水保局真的很大牌你知道嗎 上禮拜五我叫你們來參加一個 五月九號的協調會 你們要跟我講不要啊 推給市政府就好了 你回去了解一下 一個新設的案子 所以農路的部分 我在這邊用拜託的 拜託農委會 你們跟地方政府去講清楚 到底這一條錢是誰要付 農民要一條路有這麼困難嗎 沒有這麼困難吧 如果這麼困難的話 你把這些造型壓畫的圖層全部給我拆掉 你花了多少錢 省議長 你有沒有看到齁 拜託你們好好處理一下 錢不是這樣花的啦 我們現在是不是請教育部的代表 好三位請回 請教育部 教育部請 吳財順 吳次長 次長好 委員好 我想這邊請教一下次長 在這一次的這一個特別預算裡面 也提到有關教育部老舊校舍的改建工程 我想時間問題啦 我就直接問一下次長 這個目前台中地區老舊校舍改建的進度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那個 昏地區的部分 因為那個 那個 我今天沒有帶資料來 那基本上我們 那個每 那每個月都有針對 各縣市 那個需要 那個處理的老舊校舍 從出品的 掌握 如果想品到 經過想品之後 需要補強 或改建 都有 市長你們帶資料沒有關係 我這邊我給你報告 你們給我的資料 在本席所在的台中市 這邊因為經過九二億的關係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這個校舍 它是需要被詳細評估的 你們想品之後呢 也給我的答案是說 需要拆除的 有時間 需要拆除的 有十棟 然後你們已經補助 經費來辦理的 有八棟 已經拆除完畢的 有三棟 另外有七棟是屬於 沒有利級危險性 還可以使用 但是需要拆除 我實在搞不懂 在你們列表裡面 這七棟 叫做無利級危險 還可以使用 但是把它劃在 需要拆除 如果我是學生 我是家長的話 我實在搞不懂 我在那一棟教室裡面 我是到底該拆 還是還可以使用 是 我待會兒 我看了我傻眼了 有七棟 它是大範圍 你把它歸在 需要拆除 但是呢 下面又寫 無利級危險 無利級危險 還可以使用 可是你把它劃在 需要拆除 這個我待會把資料給你 這問題真的蠻大的 另外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所在的豐原 這個地區啦 還有東勢這些地方 有石城國小 石崗國小 豐原國中 豐村國中 豐原高中 這一些學校 它都離地震帶兩百公尺 請問次長 這一些學校的校舍 是不是都強化完畢了 特別謝謝委員 我們針對 離那個斷層帶兩百公尺的 的那個 臨近學校 那個 到 到四月三 三十號截止 那個 有 有報本部解除列館的 有三百零六棟 那解除列館的比例是九十五趴 也就是說 那個臨近斷層帶 所有的那個校舍 一定要經過詳細評估 那目前解除列館的有九十五趴 代表有五趴還需要進一步的處理 所以這些學校還有五趴還要處理 是這樣嗎 我剛剛所念到的那些學校 那些學校 我現在問的是這幾所 如果你手中沒有資料沒有關係 你會後給我資料 我要的是確認這幾所學校 因為它離地震帶都只有兩百公尺 好 好 好 這些離兩百公尺的這些學校 是 它 是不是有考慮要簽校 是 還是說你們評估以後 你們認為沒有問題 是 那麼就算不用簽校 這些學校有沒有地震相關的預警機制 是 因為他們離地震帶蠻近的 是 讓他們能夠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有足夠的這個逃生準備 好 你手中沒有資料 我希望你會後給我這個資料 好 好不好 好 這是攸關學生 是 跟家長的權益問題 是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請回